问圈调查01的这个档把他打开了 打开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结构大概就是 在那个前面这个页面问圈调查是 最后调查的 结果 不过这个结果的话 是用那个所谓的编号方式呈现 然后其实很多地方我想如果你是用程式 像有一些像用Google的云端 表单他可以做问卷 其实也类似他做完之后也会帮你记录的也是一个 编号 而不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这个相对就麻烦了如果说以后你要做 苏纽分析之前假如你这个地方性别是出现什么A1 A2这种 讯息的话那当然如果你要做苏纽分析结果 会变成他不是男女他会是A1 A2 那就没办法达到我们要的预期效果 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 一样就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是可以把这里面的性别 一直到最后 分别还有这些来什么职业 月收入等等的 一直到这些杂志什么购买的主要因素 有这些 总共A到欧栏 总共有15栏里面 当然第1个 问卷编号不用 问卷编号本身他就已经是 就是 就是编号就是 就是他有几道问题 那Ctrl向下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有150 笔 也就是这里面的话总共有150个人他做了问卷 那其中的话呢 性别一直到最右边那一栏 都是用编号 所以第一件事我们会希望 把它变成不是编号 那如何把它变成不是编号 请各位注意一下 当然我们前一题是直接在这边插入一个空白栏 可是问题 空白栏会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一直插入空白栏 那本身他就已经 栏数非常多 你再插入空白栏 会太多了 所以如果像这种情况 我通常会这样 我不要插入空白栏 我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把 温卷调查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一模一样的 在右手边 然后呢前面是编号 后面就是我把他 那个把结果带出来的 这个名称 所以请各位就是先把问卷调查先复制 复制到哪里复制到 那个他的右边 复制怎么复制比较快 我建议各位 可以学一招 就是 按下问卷调查 这个工作表 接下来呢 请你拖拉到右边 并且按下Ctrl鍵 你按下Ctrl鍵再放开 它等于复制工作表 OK 拖拉加坎售键 放开 这个时候的话呢 右边就会多出一个 我叫问卷调查02 问卷调查跟问卷调查02 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呢 我们问卷调查02 是 刮虎2 是 要用来做那个 查询 编号 的用途 所以请各位 第一个 就是开启问卷调查01的原始档 第二个话 把问卷调查 按Ctrl鍵拖拉 产生一个问卷调查 这个 刮虎2的一个 一样的一个 这个 问卷调查的 这个空白的那个 资料 这个 工作表 然后再来 把里面的东西 除了编号以外 全部都 删除掉 因为 这个新的 我是希望 把它查 结果放在这边 那怎么样清最快 我建议你都不要放B2 记一下 那个快速键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按Delete 当然如果说你 假设你要删除 你也可以 像早上讲的 你也可以 向右拉 再慢慢向下拉 不过会有个问题 就是有可能过头 我比较建议啦 以后 你们慢慢要习惯用那个快速键 游标放B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Delete掉 那这样的好处是说 他比较精确 反正 右边到哪里 哪一栏 他就自动跑到那一栏 下面到哪一栏 就到哪一栏 按一个Delete 就OK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空的一个 工作表 那接下来的话 利用这个工作表 做什么呢 做查询 不过查 当然 我们早上讲过啦 早上 只有两个栏位 其实比较好查 那这边的话呢 总共 B栏到O栏 好像有四栏 四栏如果你每个都要这样做的话 似乎好像会比较花时间 可是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 比较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的方法 但 这边我们只是分享一些经验给各位啦 如果你突发炼钢 你也可以把事情做完 只是说很花时间 那如果说有更快的方法 你学会的话 以后用在工作上 反正 节省掉 一定会节省掉非常多的时间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1个 这边的话呢 我们讲义里面其实有提到 基本上呢 一样是要完成那个 问卷调查的那个资料正规化 正规化就是把编号变成 我们需要的名称 那这边会多一个叫定义名称 怎么叫定义名称 早上的话呢 我们在查询资料的时候 其实 比如说我今天问卷调查01 这一个 性别怎么查 特别是要 查 我要查的资料在前面这边 在这里 然后呢 我要查的那个 那个什么呢 清单 有没有 在 那个清单这边的范围 在这里 等于是A2到B3 那 我要怎么做 第一个 当然我们来看 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用那个 V6函数 最近使用过V6函数 所以我可以切到类别 V6函数里面 接下来一样 会有 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要查什么 我查前面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个 B2的储存格 就是这个东西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问他问说 对照表在哪里 那我就是在清单里面 所以点到清单里面 找到 A2到B3这个范围 那第三个 那第三个就是说呢 我要把哪一栏 查回来 我要查第二栏 OK 然后呢 比对方式完全 比对输入0就可以了 跟早上一样 那按个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一样 确定一下 有没有那个 把这个范围 一定要 清单要按F4 OK 然后 向下填满 那 性别 就查完了 那年龄的话呢 如果说你没有更快的方法 你就变成再一次 再做一次类似的 但问题是你要 视栏 做一样的事情 那有没有什么 比较快的方法 简化流程 如果你要简化流程 第一个 你可能需要什么 把刚刚的那个 Table Array 这一个 第二个 选项 记得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名称 名称 那怎么定义名称 所以你可能需要定义名称 再来做 那首先 第一个 如果说我要把 那个范围变名称的话 一 切到 清单里面 二 请你找到什么 找到刚刚这个A 这个A2到B3这个范围 把它选起来 那请各位 看到上方这边有一个叫名称方块 就这里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那个 名称方块里面 输入给他一个名称 叫性别 OK 我试一下 我建议是 因为这边有性别名称 你干脆就拿这个 性别名称符字 然后把A2到B3选起来 再到名称方块这边 把那个名称 贴上 贴上之后记得按Enter OK 这里 那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什么 拿性别 这个名称 代替底下的范围 OK 特别 那所以 特别注意 只是说我要怎么样 代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V楼函数 如果说用刚刚V楼函数来做的话 我用那个 我把这边删删掉好了 我们重来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用名称来做 插入函数 一样用V楼函数 那查什么呢 查那个前面这个 去哪边查 我刚刚有建一个名称 对不对 那你可以在这个Table array里面 打上两个字 就是性别 另外一个方法更简单 请你记得一个快速键叫F3 F3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名称叫性别 会跳出来 你可以用什么 性别 那实际上这个名称 你自己打也可以 或者按F3也可以 不过当然理论上 你可以省打两个字 你就按F3 应该比较快 然后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特别注意 这个性别 其实就指的是刚刚的范 特别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 如果你用名称的好处是什么 至少在公式里面会比较容易理解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这边不用考虑到 锁定的问题 按F4 就不用了 名称的话 不用锁 它本身就固定那个范围 所以用名称定义的话 相对起来 会比早上那个方法 我是觉得来的 更好了 OK 为什么要名称 待会会讲 因为如果你 像这个地方 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你才可以向右向下 全部都OK 但是如果你不用名称的话 没有办法 OK 这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 卡伦是指 性别哪一栏 你会发现 点一下性别 它会跳过来 第一栏 第二栏 那我们一样是第二栏 抓那个 性别的第二栏 比对方式是完全比对 按个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完成了 不过 后面还有C到欧栏 还有这么多 那怎么办 一样 请各位就是 切到名单 那 所以 像这边的话 栏数非常多 那 你必须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先把后面的那个名称 稍微定义一下 所以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 把那个年龄部分 这边C 把年龄底下这个范围 D2 到E5 这个范围呢 在上面有一个那个名称方块 把它 输入上去按一个Enter 这样这个就年龄 那以此类推啦 所以底下 可能要做 还是必须要做一点 图法链钢的事情 就是怎么样 就是 把 这个范围叫教育程度 所以你就拿那个 它上面有那个栏位名称 你就拿这个来当成 它将来的名称 那把它贴到这个 叫做那个名称方块里面 分别的话呢 就是把这些 底下就是它的范围 记得这个范围不要选错了 不然的话以后 你这个范围如果选错的话 那将来 查询用Viru还是查询 可能就出错了 所以我 分别 把这个后面的东西都 做完 这个可能 好像没有更快的方法 除非写程式 把底下的范围选起来 然后呢 输入它的这个名称 然后一之类推 所以呢 一样的方法 上面是名称 那下面的话 就是范围 所以记得你要先选下面 这个范围 然后把名称输入上去 按Enter 不要做错 因为之前蛮多同学 那个步骤做错的话 最后查询都失败 分别的话 把这些 先把上面这个栏位名称 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上面来 把它贴上 那 栏数比较多了 所以可能要做比较多的工 OK 把它 分别完成 Enter 然后这边的话 所以这边其实 还蛮多 那像这种问卷 其实建议各位 可以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其实可以 拿那个Google表单来做会比较简单 而且线上 直接就可以帮你做完 那这部分做完之后的话 我已经把 这边总共会有 从性别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这个范围没做错的话 你选取这个范围 它上面会显示它的名称 所以这个是 性别 那这个范围的话叫年龄 也会显示出来 那这个范围是要教育程度 特别注意 这个名称 请各位定义 不要定义错误 否则等一下用微乳函数的时候 那就会出错误 那为什么用定义名称 其实道理很简单 以后的话按F3 反正名称就带出来 你就不用再去选它了 然后第2个是不用锁定 早上 向下填满还要管说哪一列 列号要把它锁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都不用 那最后呢 我怎么知道说 我建了几个 名称 而且这些名称 将来如果有做错怎么修改 其实如果将来做完之后呢 你可以切到公式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就会跳出你刚刚建立的 这些所有的 名称的 所以都在这里啦 当然将来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样 跳到某一个名称上面 上面是名称 下面是它对应到的范围 如果有错的话 你可以修改完之后打个勾 他也可以做变更 OK 那只要没有做错 后面就会更简单 所以请各位第1个 先帮我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这边总共会有 应该是14个吧 我记得好像从 那个左到右 有14个 清单 先建立好名称 那第2个的话呢就是 再到那个前面的问卷调查 记得我刚刚第1个步骤是把那个 问卷调查 复制 拖拉加Ctrl鍵复制一个 然后并且把那个里面的东西清空 清空我是CtrlShip向 向右向下把它delete掉了 然后清空 我们就 再利用那个名称的方式查询 那只是说用名称查询 好像目前看起来 虽然有快一点 可是好像 有没有办法说 一次就全部做完 最好是向下向右 一次就做完 这个部分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名称的 把清单的部分 这几个通通建立好名称 待会我们再来看 我们就做完 呢 那是什么事 我们就做完 我们就做完